日本位於太平洋地震大之上 以及在多個板塊的邊界之間 包括歐亞板塊、太平洋板塊、北美洲板塊和菲律賓板塊 所以受板塊移動的影響,日本會經常發生地震 近年來最為人記得的日本地震是在2011年3月11日 在日本東北仙台市以東海域發生的黎克特製9級大地震 引發最高40.5公尺的海嘯 這是日本歷年以來規模最大的地震及海嘯 地震隨後引發火災和核洩漏事故 令日本東北城市遭受極嚴重的破壞 並導致全球因核福射外涉而恐慌 截至2021年,這次地震及海嘯累積有15900人死亡 以及2520人失蹤 除了地震之外,作為火山群島的日本,火山數目更多 其中有111個被日本氣象廳定為活火山 即是在近代曾經出現過爆發情況的火山 於是日本在全國設立了50個行常監測站監測火山活動 已作收集防災及警報資訊 除了